哈喽我是Kai,今天必然幻想要来抽卡,因为又有新的风角色了 在昨天11点,这一个卡池就变了 目前是光的Yusa,然后这个也是光的召唤石 Hemdawa,应该是这样念吧,再来就是这一个Yodaha,一开始我不懂它是有另外的版本 原本是谁属性的SSR,SSR跟R版本吧,有两个,而这一个则是风属性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技能吧 在这个中文危机,现在已经有相关的翻译了 首先奥义,对敌方造成4.5倍风属性伤害 然后根据山木的层数,自身获得风属性追击 持续4回合,包括奥义的回合 这一个山木就是它独有的效果 然后第一招,这一个是会消耗一层山木效果 自身就拿到这一个技能 持续一回合,消耗100%奥义,可额外获得再攻击 也就是它能攻击两次,而且是必定三连级的triple attack 因为它被动呢,我们这里可以知道 处于这个效果的时候,自身必定TA 山木战斗和每过4回合的时候获得3成 它的最大层数也是3 不过如果没有这个效果的话 这个角色就不能普通攻击 防御率会减70% 然后敌方也比较不会攻击自己吧 可能算是一个缺点这样 来到第二招 用了这一个技能之后 奥义是可以直接100% 然后伤害有增加 上限也是有 不过血量好像是会扣 30% 而且是永续啊 不能回复这个血量 如果没有错 而且你看第一招和第二招它是 使用间隔是零啊 所以你每个回合就是可以重复的去用 这个可以直接奥义这样 又或者是用普通攻击 连续两次 第三招需要12回合才能使用 自身获得3成山木 在没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才能用吧 最后来到第二个被动 自身处于风属性追击时 回避率会增加 也就是我们使用奥义之后吧 看过了YouTube影片之后可以知道这个尤达哈的爆发力非常强啊 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可以这个奥义也能普通攻击两次 就比较属于上场那种短暂的战斗吧 下一个古战场如果有它的话相信就帮助不少了 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卡池这个自选 天井有谁啊 啊 风属性的话你可以看到有Rosetta 然后 Reunion Rislecha也是有 再来Monica也是有 然后 生肖Mahira Vicara 因为目前也是这个SSR6%的关系 本来呢我朋友也是说 叫我留一留票这样 不过看到了 这些 评测啊然后测试之后 最新它们的 这一个新角色的评价9.4 算是很高了 再来我自身那些限定的角色 目前也算是抽到了 所以风属性来了 就无法避免 哈好的我至少目前有120抽 因为过年那个时候有去解一解那些免费的任务 然后也有打一打那个主线这样 不过主线现在应该90吧到90 所以还有整 30张 才可以追到最前面的章节 在转盘之后 今天年初8 2月1日 鼠年到底有没有运气欧气呢 来吧 第一个10抽 有哦 有一个哦 好重复 这个 是火的属性 火的角色吗 可能是吧 再来 彩虹 一个 阿波罗 这个是 特别的吗 是 呃 等一下再确认吧 我们继续 我好像也没有中过这样的召唤石 没有 继续 有吗 有啊 最后 最后难道有机会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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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战斗 Siegfried啊 我已经有封了那个 那一个是我2018年吧两年前 封属性的Siegfried我是超德拿到的 应该是四周年的时候 继续 有 有 一个 Yodaha会来吗 哈 哪吒 我有 这个有抽过吗 好像也是没有 不过如果你说召唤时 我目前封是缺那个Frey 就是 那一位是通常大家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用了这个那个召唤时是增加伤害 在那个古战场 一回合之内的也是会用到的 继续 有啊 会是吗 有啊 重复 阿斯卡罗 已经60抽了 第70 没有 标准结局 我还可以多少呢 还可以20抽这个 最后 封神保佑 会保佑吗 这一次 啊 生肖 鲁神保佑 马凯拉 十二新章 与神保佑 哼哼 好 鲁神保佑 运气 也不算差吧 如果冲这个 好的 第90了 没有 因为要中那个 阿伯 这个封角色是要 拿到一个 好像刀这样的武器 没有了 我现在 只能单抽吧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武器 才算是中奖 来吧 单抽就单抽 32 12 哦 有的哈 会是你吗 封神保佑吧 哈 重复 这个是 光的武器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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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